下方队员用油压撑开气展开救援 因为有一名机车男骑士 他的右脚卡在机车与扭曲变形的护栏之间动弹不得 他的朋友急得不得了一起协助救援 这起车祸发生在13号下午 20岁的张姓男子 骑车经过风景优美的彰化八卦山139县道 但是他过弯时疑似失控了 整辆机车笔直插入路边的护栏与电线杆中间 人被卡住还好意识清楚 经过消防队员一番努力 好不容易把他脱困 慢慢抬到道路上 送医后没有大碍 他的右脚踝开放性骨折 那送医治疗后无生命危险 离奇的是同一个地方 这个弯道去年5月也发生过机车自撞的意外 而且这名机车骑士 同样受困在同一个电线杆与护栏之间 还好救出来之后没有大碍 今年3月附近的另一个弯道 也有机车骑士失控撞上电线杆 整个人还飞到路旁的铁皮上 差点衰落边坡 而车祸意外多 当地的民众表示 他们经过这里的时候 也是得提高警觉 这里都很快 如果没有警察在这里 他们都很快 我有时候开车也是蛮紧张的 有民众认为政府除了要加强取缔 也应该要有防范作为 安全措施也要做 比如说那边做一个防状条 也许大家没有这个事情 139线道弯道多 车辆少 沿途风景遗人 吸引许多重机爱好者前来游玩 但是经常因为超速 或者过弯压车失控 发生意外 又被称为死亡弯道 警方提醒 用路人要保持行车安全速限 以免危害自己与他人的安全 华氏新闻 林建坊张志军谢中益 章话报导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也不要忘记收看华氏新闻杂志